那些一吃火锅就会流汗流鼻涕的朋友们在哪里 类似真的不怪你们 我今天才知道 我吃东西这么爱出汗 是因为有味觉多汗症 吃东西流鼻涕 是因为有味觉性鼻炎 在吃热的辛辣的食物时 味觉多汗症会让你的鼻子 嘴唇和前额周围大量出汗 也可能会有面部潮红 自我感觉及步皮肤高温的现象出现 而味觉性鼻炎 只是单个鼻孔或者俩鼻孔不停地流鼻涕 我的情况也太简单了 一两句台词就说完咯 思想博士 我俩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情况的问问 味觉性鼻炎可能是鼻子受到特定味道刺激后 直接开启了防御模式 而鼻子过于紧张防御过度 然后鼻涕就多的冒出来了 那我的味觉多汗症呢 也是防御过度吗 不太一样 科学家广泛认为 味觉多汗症是大脑向汗线发信号的神经过于激动 从而让你大量出汗 这种情况具有一定遗传性 所以这些家庭吃饭的时候很废纸哦 难怪我爸爸爷爷太爷爷都这么废纸 那我们该怎么办咧 好想那么多 吃完脸再烧 不用担心 仅仅是味觉多汗症和味觉性鼻炎 只要找到诱发的原因 不吃就能避免发作 如果实在忍不住想吃也没问题 多备点纸擦汗擦鼻涕 吃完后很快就能恢复 不会给身体带来伤害的 我们放心干饭啦 我是爱问 不要错过下一个好奇哦